這個鴨血是目前今天五位選手裡面最垃圾的 他的鴨血是可以先下架沒有關係的 歡迎收看美食公大博 哈囉大家好我是TOYS 今天這一集可敬爆了 麻辣鴨血 今天呢為大家帶來五位明星選手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商品 分別帶來五位明星選手 首先是最後在我們最左手邊的王偉忠選手 再來這個也是最近相當的紅都說買不到買不到的 杜文哲選手 再來這一位聶雲選手 再來賈靜雯選手 再來最後一位重頭戲登場 阿騰選手 那今天麻辣鴨血相對來說也比較簡單 在超市裡面其實都買得到 本來我只是想要去測一下這個杜文哲的 因為大家都說很難買嘛 但是沒有想到超市裡面的麻辣鴨血商品 跟明星年齡的有這麼多 那麼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盲測一下 這些麻辣鴨血到底誰高誰低 當然那只是我的個人口味 今天呢我們也找一個廚師來幫我們過個水有沒有 不然你們等下說是我不會煮 所以把你明星人你們的偶像 更難吃了有沒有 所以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企劃吧 那我現在要用的是這個商品 然後基本上我們鴨血在處理的時候 今天要處理比較多 所以比較快速的方式就是我們直接下路去煮 好啦那麼第一個鴨血已經煮好了 先說啊香氣十足 就是它的麻辣味道呢是會讓人想要拿起你的筷子的 但是我在開始之前我先問一下師傅 一個鴨血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其實以鴨血來說 鴨血要夠味道 要好吃是這樣泡的 可能放個隔天 它味道還吃進去 所以你吃起來有些鴨血會吃起來 很入味很好吃很滑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第一個 它的香氣是相對比較麻 不是辣 很麻很麻 我覺得吃起來這個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它的湯跟鴨血是有一種呈現分離的感覺 沒有融合進去的 就變成說我口腔裡面都是湯的那個辣味 這個鴨血就沒有到非常多味 因為我覺得這種變成商品的這種鴨血 一般來說它都是料理好 你再回家只是加熱而已 所以我覺得它本身如果鴨血做好調味的話 我覺得不至於呈現成這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這個鴨血到底是哪一個明星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如果再加一次到的話 除了聞的那個味道我覺得很滿意以外 吃下去之後是帶有一點失望感 就我不會想要再買一次 真的不夠無味是它最大的缺點 一號選手的湯如果獨立喝的話 就真的蠻好喝的 因為它帶有一點炸菜酸菜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要用這個酸菜把整個湯去中和掉那個味道 不會那麼死鹹麻而不辣這種 我覺得它這個湯算不錯 但是就是問題就在於說 它鴨血沒入味 來我們下一位選手 那現在我們開始在準備下一道 馬上來到下一位選手 這個是本來分量就這麼少嗎 有一些它裡面會有功本 某幾條 哦就是會有一些主食嘛 但是兩塊太少了吧 雖然我不知道這些商品多少錢 但是如果買到一包鴨血 然後裡面只有兩塊的話 我可能會蠻生氣的 但是裡面的感覺好像有一丟丟的差距 裡面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像比剛剛那個再扎實一點 這個光是香氣就跟這個不一樣 那個是麻 帶一點點辣 聞起來啊 但是這個呢 有一種花椒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比這個好吃 雖然說它只有兩塊 但是它的鴨血呢 是相對來說比較入味的 然後口感就是吃起來比較 一致 所謂的一致就是我們在夾的時候啊 它就看起來整個鴨血 紮實紮實硬硬的嘛對不對 它吃下去的時候 感覺跟夾起來那個時候 是相對來說蠻像的 但是這種吃起來的質感啊 是不是因個人而異 還是好吃的鴨血 它就受益某一個質感 鴨血的東西就是其實 你在料理過程中 你不能溫度太高 然後它才慢慢QQ 軟軟嫩嫩的 這樣很入味 那你吃這個半塊 它不錯 口感算滑嫩 哦這個算滑嫩 而且它算有味道的那種 對就是它很入味 對 是不是也要試一下那個湯 嗨大家好我是Toys 其實平常除了拍片直播以外呢 我自己在家是真的都蠻無聊的 所以幾乎都把時間花在Netflix上面 那麼Netflix看了這麼多年 其實在這個Netflix上面的一些劇啊 電影幾乎該看過的都看過了 當你看到沒東西可以看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來我在這裡教你一招 神招 這個是台灣的Netflix排行榜 那麼當我們真的看到沒東西 可以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子 用Shelf Shark 把IP掛到其他國家 那我們嘗試看看 掛到美國去 然後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Netflix 你們就可以看到 排行榜上面的劇呢 是會變得不一樣的 榮登本日 美國電影的排行榜 The Call 這個就是台灣沒有的 這些呢 也都是台灣沒有的 這些都是我沒看到的 當然某一些還是會有啦 但是有一部分的電影跟劇呢 是美國才有的 別說我沒教你們好不好 記得下載 Chef Shark 現在馬上下載 Chef Shark 下載連結在下方的資訊欄 輸入折扣碼 TOY力 還可以獲得17折扣 而且3個月免費試用 而且在30天內 還可以無條件的退款 馬上下載 如果這個單喝湯的話 就有點太重口味 就是鹹到會覺得說 你那個麻味跟辣味 都已經不是重點 就是它的鹹味 搶走了大部分的細 但是我覺得這個湯就還好 我們下一位選手 哇這個有兩包 這個鴨靴 跟前面切的不太一樣 這屬於比較爆二那一種 來我們第三位選手 這個明顯在外觀上面 就有差距了 在夾的時候啊 感覺的到這個鴨血 是相對來說比較嫩的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突突彈彈 很彈彈彈的 這個聞起來 那個味道很順 它不會有任何一個味道 比較突出 不會聞起來是辣或麻 我相信味道來說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 沒那麼重口味的 先來試一下 這個好 就是它咬下去呢 外跟內 是兩種不同的口感 外面這一層厚厚的東西呢 相對來說也比起其他的 要再薄一些 但是它還是依然可以保持這個鴨血的形狀 我自己吃起來的時候 是裡面非常的滑嫩 但是因為它本身的湯底 比較清淡一點啦 所以這個吃起來不會麻麻辣辣的 它反而給我有一種 大一點點那種藥膳的那種感覺 這個湯底算是 比較清淡 但是它口感是最好的 目前來說 如果你們是不能吃辣的人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符合你們口味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都不會辣 反而有點帶甜 整個湯呢 是屬於辣辣甜甜的 這個好吃 目前No.1 因為它鴨血記入味 口感好 湯也剛剛好 我覺得這個最棒 目前下一位選手 好 好 哦 辣香辣香的感覺 它聞起來沒什麼麻 不是沒什麼麻 就是偏香 帶一點辣 完全不會麻 所以這個味道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好 先來試一下鴨血 這個鴨血不錯耶 就是它的口感呢 幾乎是跟三號選手是一樣的 就是裡面嫩嫩的 外皮也是 跟裡面稍微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整個湯呢 就是喝起來的時候 它不會有負擔的感覺 不會覺得 這太辣了吃不下去的感覺 因為 我相信我們今天買的 我吃起來都像小辣 那今天這個呢 是目前吃起來 相對來說很好入口的 三號選手是有一種藥膳的感覺 但是四號選手呢 是帶一點辣香的感覺 蠻好吃的這個 三號跟四號都屬於我喜歡的口感 而這個兩個口味呢 不太一樣的感覺 就是這個是 甜甜的 這個帶一點 小辣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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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辣 但是它吃起來整個 不管是湯 還是鴨血都蠻順口的 湯也可以是直接喝 但是相對來說 比起剛剛帶一點藥膳的這個 會比較鹹一點 但是它整體來說 這一碗東西是 你會把它剋完 就是你會覺得 想要夾第二塊的那一種 這個也屬於我覺得好吃的 我們下一位選手 那我們現在 用下一種 然後再加一點點水 然後再加一點點水 然後再加一點點 調味料 還是辣椒粉 可以再加一包 總之是附兩包 那我們兩包都壓下去 現在在碗裡面 調一點它附的這個 花椒油 好啦 那麼來到了五號選手 明顯 五號選手整個湯的色澤呢 是跟其他四位選手 是相差甚遠 完全不會紅 確定這個是麻辣 但是它聞起來也一點都不會辣 跟其他的真的 好像差有點多 而且它聞起來的味道 就不是很好 那個味道很詭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壓血 也是屬於 偏硬的那一種 偏硬一點點 我現在來試一下它的壓血 我說句真心話 這個壓血是目前 今天五位選手裡面最垃圾的 它的口感是屬於外皮有點太硬 裡面也不會嫩 但是它形成了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你看 你看這一片 就我剛咬下來之後 它的外皮呢是咬不開的 因為它外皮相對來說比較厚一點 然後它吃起來的感覺 你看 就是它會有一個部分 應該是外皮的部分 因為太厚了 然後也不會嫩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 含渣在裡面是咬不開的 它不會化開 而且它味道我覺得很詭異的點 是在於說 它聞起來呢 是一個塑膠味的 我本來以為只是湯 聞起來會有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大家很熟悉 但是又說不上來是什麼味道 反正就不是好吃的味道 確定盒子上面寫的是麻辣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 一點都不會麻 也一點都不會辣 也不怎麼香 還臭臭的 有一種塑膠味 這種一般來說是出現什麼狀況 才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鴨血這種東西它不能過熟 意思是持續高溫去加熱 像它就會變外面很硬 像一般我們現在鴨血它比較大塊 它就是比較滑嫩 可是其實因為加熱 它越來越緊實 所以變成是它這個有點 就是料理過散中 它可能是它沒有控制好 所以它餅就是外面整個皮變得太硬 所以然後加上裡面的那個 看起來就是完全的 顏色什麼 光看就是不太對 我不知道因為 我也不是什麼鴨血專家 但是我只是憑自己感覺覺得哪個好吃 我就說哪個好吃 但是這一個呢 是完全 它的湯本身就有一個塑膠味 所以它那個塑膠味呢 是有跑進去鴨血裡面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也有一個塑膠味 然後又不辣 但是它是麻辣鴨血 然後皮又太厚 裡面也不是特別好吃 每次吃的時候有點殘留在嘴巴 主廚你來試一下 你評價一下這個鴨血好不好 我很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口感非常的不對勁 它有點像橡皮店的口感 味道也沒有很好 會有那個渣渣 有渣嘛對不對 不知道這位選手是誰 但是我覺得它的鴨血是可以先下架 沒有關係了 就是大家吃那麼多火鍋店 什麼廉價的火鍋店也好 高價的火鍋店也好 甚至可能大家有買過鴨血回家吃過也好 但是我是真的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難吃的鴨血 好啦 那麼今天零星大亂鬥到這邊也差不多 我覺得我們從最後往前排 最後一名呢 非五號選手莫屬 吃起來有殘渣 味道 不麻 不辣 不香 一口瘦咬味 我覺得整體口感是最差的 這個絕對是墊底中的墊底 十分滿分的話我會給他分一千分 那我記憶當中呢 一二號選手排在第三第四名 就是兩者呢 差別在於說 這一位二號選手呢 他的鴨血呢 相對來說比較入味一點 同時他的鴨血呢 是比較紮實的 湯呢也比較鹹一點 就是看自己個人口味 但是我自己覺得啊 這個湯是相對偏鹹的 就是你不會想要喝這個湯 那一號選手呢 他在湯上面呢 是有下功夫的 但是他的鴨血吃起來呢 跟二號選手比起來 比較沒有什麼口感 就是比較好入口而已 但是二號選手的鴨血呢 相對來說 會有一點點太紮實 所以兩者的鴨血 沒有剛好在那個中間值 所以我覺得入味程度 二號屌打一號 湯的程度呢 一號屌打二號 那我們就算他平手怎麼樣 他們都並列第三 各有所好 那麼再來就是最後一二名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 我比較喜歡三號選手 簡單來說 如果比較喜歡口味重一點的 四號選手會適合你 如果比較喜歡那種很順口 鴨血好吃 會想要把那個湯喝完的話 三號選手是你最佳級的 雖然我能吃辣啊 但是我覺得這種麻辣湯底 一般來說都是要順口 所以我覺得他的湯雖然說沒有很辣 但是我覺得他很順口 鴨血呢我覺得兩者幾乎是平手的 我再來試一下這個三號跟四號的鴨血 哪個比較好吃 我覺得兩個鴨血應該是出自同一個廠 代工廠應該是用同一個 因為他們口感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表面看起來是不一樣 沒錯 但是他們的口感 吃起來 完全相符 那至於湯的部分 因為放了一段時間嘛 所以他的油是不在表面 我剛吃到那一塊 味道來說相對來說比較鹹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最舒服的 我覺得三號選手是我今天的冠軍 先來一號選手是誰的 一號是杜文哲 這個是杜文哲的 不是說大家什麼搶光嗎 但是我沒有覺得很屌啊 雖然大家都是同鄉 但是我真的覺得鴨血還好 說實話你的湯是不錯 就比起其他的湯啊 明顯看得出來這個湯成本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有放那個酸菜 這個也是成本之一啊 因為做這種商品 本來就是要把成本壓到最低 所以我覺得給過了好不好 來二號選手 你也有 這個真的就是湯的問題 如果湯改善一下 也許也有人會喜歡 但是我自己就是沒辦法接受這個湯 因為太鹹 來三號選手是誰的 那是王偉忠 王偉忠 王偉忠就是那個以前那種明星的大製作人 對不對 沒錯吧 王偉忠 忠哥 你的鴨血沒賣齁 你的鴨血是真好吃 再來四號選手 四號是賈靜文 那當我們知道四號選手之後 那我們就不要公佈五號選手是誰啦 好不好 觀眾可以用刪去法 得知 這個是杜文哲 這個是聶雲 這個是王偉忠 這個是賈靜文 那這個 我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們今天節目就不公佈他是誰好不好 那四號選手 我覺得跟三號選手真的差不多 就是單純是差在湯的部分 那五號選手我們就不用多說啦 狗都不吃 只能說啊 這些明星商品 有好的一定也有壞的 但是我們今天評測下來 我是真的 吃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誰是誰的 但是有一些商品真的是還不錯吃 像這個 就是買了會開心的 像這個買的是會生氣的 那我們今天呢 明星商品開箱大亂鬥 就到這邊 如果還想看什麼商品的開箱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覺得這一集蠻精彩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誰 也不會對誰有偏見 但是評測下來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明星在比較的感覺 我覺得挺好玩的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